哈喽各位小伙伴 我们是娃娃发展的 扩产兄弟 我是沙头懂一点的石头 我是沙头吃很多的大摇 我是本期请假的虎哥 这是我们新疆故事的 第四季 这一期我们将来到一片 梦中的薰衣草庄园 不过我们说的 可不是那座需要购买门票 才能进去的景区 而是一片游客 几乎不会找到的 野生景点 我们是如何发现它的呢 说来话长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 其实给自己安排了 一个神秘任务 在新疆 为旅友们 找到一个 鲜为人知的好地方 但是问题就来了 如今互联网如此的发达 真的还存在 鲜为人知的好地方吗 离开霍尔果斯 我们就来到了霍城 每年的七月 这里就化身薰衣草的天堂 吸引无数游客 专程前来拍照 而这里有一个网红景点 叫做 某某公主薰衣草庄园 当我们到达景区门口的时候呢 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 距离太阳落山 还有几个小时 那这的时候我知道 我三个小时 就想着说待会八九点钟 太阳没有那么晒的时候 我们再出来 此时此刻 我们非常想要喝一杯带冰的饮料 这个时候 我在手机上 刷到了一家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呢 在距离我们四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子 我们想着 四公里不算远 就开了过去 喝杯冰咖啡 还能打发一下时间 但这四公里是我们全程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穿过一片农田 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叫做四公村的地方 四公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小村子 这个是民居吧 然后旁边还有奶牛的壁画 特别的乡村田园 我觉得不错不错 这有给新疆小伙儿在吃羊肉串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但是就是在这儿 居然有一家相当专业的咖啡馆 而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又远远不止这间咖啡馆 小店就在村口 咖啡也超级专业 能在一个小村子里 喝到这么有品质的咖啡 眼前又是一片花海 天哪 这是人间该有的享受吗 如果说第一个惊喜 是找到这间咖啡馆 那么四公村在随后 还给了我们多达七个惊喜 第二个惊喜就是 咖啡馆的老板花花 老板是我们的粉丝 我是在B站上面看的 小公司上我也刷到过 天哪 可以跟你们合照影 可以 店里的咖啡师飞飞 正在吐槽花花 每天沉浸在我们的视频里 连做饭的时候都要分心 这是他炒菜的时候看视频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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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等着吃饭 然后 他一个手在炒菜 一个手就在炒菜 花天哪 有很多人是晚上睡觉前一边互补一边看 对对对 我也是一边化妆一边看 然后晚上一边互补一边看 没有时间啊我们白天很忙 那我们是一个全天后陪伴你的人 哈哈哈 你们快点多出一点视频 你们视频太少了都看了 我天 你们是几天一个 我们一星期能做到一更就不错了 我过头上做的视频很优质 我过头上做的视频很优质 因为我我我我经常看印度的 还有朝鲜的那样 日本的那个靖国神 哦是我们那个最新的一期 我觉得你们做的特别好 我们会出新疆的 出我们咖啡馆 出出出出出出 我们还想问你呢 怎么跑这么远 然后开这个咖啡馆 肯定也很有故事的 我们是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地方的薰衣草 你们还是后山啊 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魅力了 然后第三个惊喜也来了 花花提议说要带我们去后山 看到一片更大的薰衣草 然后老板呢就又带我们来 看这个薰衣草 然后我们现在就 走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 就你不知道这旅程中 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就是会有很多状况意料 想象之外的一些事情和缘分 现在是9点钟 应该现在正式就是 派薰衣草最漂亮的这个时间段了 我说你这个台子都一样 台子一样 我们刚刚说了这句话 等等不 真的 撞台子了 你们偷听我 我们先说 撞台子那边 开心 傍晚时分 我们走上山间小路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 也把路边的每一株薰衣草 都照着晶莹透亮 紫色的花朵 泛起金色的光芒 走到山顶 那里等待我们的 将是一片花海版的风吹麦浪 远处微蓝天空下涌动着 金色的麦冷 就在那里 曾是你和我 爱过的地方 随着太阳下山 虚拟草褪去了紫金色 黄昏的乡间小道 只有镇镇花香 因为太喜欢这个小村子了 加上不想开夜车 我们临时决定 撕一点了 现在比较晚了 要不然我们来住这 太任性了吧你们 旅行博主就是这么任性 说走就走 想留就留 想说今天就住 行程新人都是做给大家的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这句话就有点讨厌了 紧接着 第四个惊喜也来了 我们吃到了目前为止 最好吃的大盘鸡 是这个村里的农家乐 送过来的外卖 那还有 我们的丰盛的晚餐吧 把这个再搭一会儿 看这个什么 大盘鸡 好香啊 好香 然后这是西红柿辣椒 超级蛋 我们这么会用选择 这是酸辣土 对不起 嗯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是 放在这里面的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最重要 乌酥 活命大乌酥 对 顿你们大乌酥 对顿顿都要来一瓶乌酥 嗨 好帅呀 这个民宿太懂了 白墙当作幕布 院子里凭空出现了一个影院 我们和车车流流 靠自己的本事 把我们的视频 搬上了大屏幕 不过 第五个惊喜 也很快就来到了 老板说 我们这些房间 是联网的 你投到院子里 其实每个房间 也都在看你们的视频 啊 这个惊喜 惊大过于喜 由于到的太晚 最后只剩家庭房了 那 来到家庭房 大摇真的是忍了一晚上 第二天醒来 我们就赶快给大家补拍一下 我们带滑梯的房间吧 有的人要过来破坏公屋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没卡住 全程都不卡住 院子呢也是漂亮的 有点不真实 度假的效果瞬间拉满 真的很想认识一下这个设计师 随后呢 我们就回到了 晃晃咖啡馆 我们自己 还后知后觉地发现了 第六个惊喜 我们昨天猜到了一个梗 对啊 这个晃晃悠悠 是不是一家 不是 是先有晃晃村 然后再有悠悠民宿 悠悠 这个村叫晃晃村啊 他当时取的另一个名字 很难听 然后我就说 要不就 你又要取的呀 不是 也不算我取的 他有好几个名字 给我们选 我说悠悠可以啊 然后就有悠悠了 然后再后来 所以悠悠悠悠悠悠 因为我其他名字注册不下来 就给下次吃了一个悠悠 对啊 都会连在一起 悠悠悠悠悠 就跟我们昨天的状态是一样 花花邀请我们留下一块吃午饭 我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犹豫的 因为我们知道 再放任剧情 这么发展下去 我们可能会在四公村 待上一辈子了 走不了了 不想走了 但是 对于来到新疆 一个星期的我们来说 花花准备的午饭 太诱人了 居然是 鲁肉饭 算了 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一边下厨 我们也一边和花花聊了 她来到这里开店的故事 花花原本是一个设计师 随着附近塞里木湖 和霍城薰衣草旅游发展起来 这座公路沿线的四公村 也渐渐的有了几家民宿 19年 花花来到四公村设计民宿 村子里好几间民宿 都是由她设计的 也包括我们昨晚住的悠悠民宿 20年 疫情爆发 花花被滞留在村子里 村民对这个内地来的小姑娘 很是照顾 花花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村子 和村民形成了革命友谊 在杭州的时候 花花也是一名咖啡师 开间咖啡店 是每个咖啡师的梦想 于是今年5月 花花的晃晃咖啡馆 正式开业了 这就是花花和四公村的故事 你们停在这待会无聊吗 完全不会 就我这边周边其实很多好玩的地方 只是我们现在在工作没有时间去玩 那会焦虑什么呢 会赚钱为什么会焦虑 其实我觉得我只要经济自由 我在哪里我都会过得很好 真的 没有派遞到不了的地方 所以去经济自由了吗 现在还没有 不过如果待四个月以后 真的那个时候是很向往前支持过 但是我在直播开业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很难受 你知道吗 我去年回去的时候 我一直都很想念这个 因为去年 一起被隔离在这里的时候 就这样把你的天天没事 就体验了一阵子 鼻子气一样的相处 我们夜里面 然后还组织了一个钓鱼烧分队 然后呵呵的上山去 呵呵的上山去钓鱼 因为我做菜才分担你的注意力 所以你在镜头面前更自然 能干啥 对 会很胖 不会 怎么会呢 不要有身材焦虑 不要有焦虑 不就去年得理胖 二十平台也吃不下来 吃过午饭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四公村 我们结束了两天的向往的闲会儿 然后现在要离开晃晃春了 拜拜 拜拜 我们走喽 就像我们在最开始交代的 我们在寻找一片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居然就这样 百分之两百的完成了任务 就像被滞留在村子里的花花 就像多走出四公里来看看的我们 当你觉得茫然的时候 请留意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复兴数十步 或许就能豁然开朗 保持好奇 坚持选择 一场旅行如此 生活更是这样 如果这一期到这儿就甜甜美美的结束了 是不是有点太鸡汤了 其实这次奇遇 我们听到最醍醐灌顶的句子 居然是发生在昨晚的上山路上 出口出口到国外欧美那些国家去做 它是一种就是化妆品原材料 然后之前贸易战加上这两年的疫情 其实这边农民挺不容易的 他们这些金油都滞销了 现在这个旅游发展起来了 他们这些金油也很好卖一些 因为毕竟出口现在受到了影响 那个小姐姐更转眼 她家种薰衣草的 就像你所说的 我们家的薰衣草金油就滞销了 是吧 就放了 放到家里面已经三四年了 卖不出去 有很多农民都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撑玉米 你看那边就有人把薰衣草钱已经 前几年这边的薰衣草还是挺多的 很多农民都在种 因为当时不光是旅游 它的薰衣草卖的也特别好 薰衣草其实在我们眼里面 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是种花 但是在农民眼里面就是年少物 他们要靠这个吃饭呢 霍城的薰衣草种植面积仅6万亩 精油产量占全国的95%以上 我们游客眼中的景点 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农田 是生计 贸易战和疫情 让这片花海少了些虚幻的浪漫 多了些真实的窘迫 大家在网上可能会刷到过一个 策马奔腾宣传当地旅游的网红副局长 他就是霍城所在的 伊犁州的文旅局副局长贺骄龙 6月初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片薰衣草田拍过视频 7月初他在天马鱼河拍摄的时候 还不慎摔进了河里 当场换一匹马接着拍 贺局长自己说 我不是网红 祖国的大号山河才是最大的网红 用辛苦换家乡的幸福 很值得 这是我们在那片薰衣草花海深处看到的更真实的故事 此时此刻 当你在自习室为了明年成功上岸而通宵打蛋的时候 当你走进最后一班地铁 倒数着还有几天才能到国庆假期的时候 在你所谣念的霍城 薰衣草也迎来了今年最后一个花期 村民在苦恼着今年的销路 副局长在马背上直播宣传旅游 花花在祈祷着能平稳迎接今年最后一个旅游旺季 我们都羁绊于当下的困惑 却活成了对方的诗和远方 可能这就是围城吧 新疆故事第四期 在边城的那片薰衣草花海 我们看到了这世界上有千百种生活 但终究也都是生活 我们都一样经营好眼前的柴米油盐 才能守护住心中的诗和远方 捡起六遍事不代表我们在抹杀月光 也恰恰是脚下正发光的六遍事 提醒我们今晚可有月亮 如果有一天 你还会相信那样的故事 说有人从此以后 就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还会被那种空洞 但是没有建设性的金句 而感到治愈 感到鼻子一酸 一酸又一酸 秦秦可能是跟我一样得了鼻炎呢 看到生活的真相 我们选择继续热爱生活 加油了各位小英雄 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优雅的餐具 一 二 三 我是什么都是很多的代道 我是什么都只好懂一点的思考 好了 这就是我们新疆故事的第四期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伊犁河谷 在这里有一座蓝色之城 英宁喀赞旗 还有一座造型惊人的八卦城 特克斯 以及一片无比辽阔的哈萨克村庄 穷酷石台 喜欢我们的视频 还请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这个和那个 你们火烂烂的热情 就是我们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你们快点多出一点 这个视频太少了 哈哈哈